大家好 今天是3月18日星期四的收市之後 今天恆生指數早段的時候升幅量例 美市恆子和科資的升幅都收窄了 成交沒什麼顯著 究竟市場過去這幾天成交都是小 等著什麼呢 昨晚聯儲局議息 出來結果當然維持凍息不變 亦都說到不去收水不去加息 這件事我想大家就受落了 因此這件事的優勢曾經下過 股市和尤其是科技股金都很彈 但是彈又彈得不夠成交 升幅又好像各自有走勢 不是一個保障的行程 我想聯儲局的議息是留下了一條尾巴 這兩天我都跟大家去解釋過 其實我們除了關注 接下來2023年前有幾次加息 通脹是怎樣 其實還有一個叫做SLR 是就住在現在疫情 經濟很差的情況之下 聯儲局確實放鬆了很多的措施 來給銀行多些債 在過程之中當然 銀行的資本充足是會下降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不想市場爆 所以可以少些錢 多些債 但是整個措施的放寬限期 距離就去到3月31日 現在距離只有半個月 距離只有半個月 隔夜就沒有提出這個問題 我想聯儲局的爆威爾 應該都會來幾晚 不排除今晚 或者最遲下個星期一 應該都會有消息去說 所以見到日中的知識 還有1.7% 急需聯儲局去處理這個問題 整個市場就會變得相當穩當 恆生指數有得上科技股有一個很厲害 所以大家繼續關注這一點 目前的措施仍然是用一個叫做 正向雙倍的ETF來捕捉科技股份 個別來捕捉科技股 尤其是微盟這些弱勢 大成交放量穿底的股份 都是不宜的